实施第三次进火制动之后 我们会进入到停泊轨道 在停泊轨道会进行对着陆区的成像 为后续的一个着陆过程做一些准备工作 然后对我们后续着陆过程的一些敏感器 我们会做一些标定 以确保后续的着陆过程比较顺利地完成 着陆寻射器是着陆到着陆点 环绕器这个时候就会实施第四次进火制动 它会进入一个中继轨道 这个轨道专门就是为了中继地球和着陆寻射器之间的通信用的 到摇杆使命轨道之后 环绕器就多它的一些科学探测 包括高峰中峰还有赤表层雷达 这些相继开机工作 对火星表面进行一些探测 这些相维性的探测 这些相维性的探测 下来到这些板子的探测 就会上来到这些探测 出现了一个数据的探测 下来到这些板子的探测 和外面进行一些垂直达